天氣人要防促使 就要注意自己的血壓跟血脂 主廚今天用紅茶 來幫我們保護心血管 對 因為其實我也很怕 我變成是高血脂的醬子 因為每天都要喝很多茶 其實有時候我們不如把一些茶 融入一些料理當中 其實不是單單只有喝 你在料理當中也可以做到 對 我們今天先教大家 一個很簡單的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簡單 一個日式的高湯的做法 就是把乾的昆布 然後放在開水裡面 然後放在冰箱泡一個晚上 泡在冰箱裡面 對 因為你會怕它發酵壞掉 所以放在冰箱裡面 然後一個晚上 它就會得到一個昆布湯 它就是我們的雞底湯 我們就直接把雞底湯 就直接倒到鍋子裡面來加熱 OK 放在冰箱裡面 這樣很少見這樣做 沒有 因為其實 人家都是熬煮過 沒有 因為是要為了讓它保鮮 我們這個就是把它倒進去之後 讓它加熱 加熱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其實可以找柴魚片 柴魚片 讓它先泡著 讓它泡著 然後我們待會兒要丟紅茶進去 讓它泡著把它煮出顏色 因為紅茶我們不想讓它煮太久 會太澀 所以我們等它滾的時候 再丟紅茶 滾在丟紅茶包就對了 另外這邊我們準備了很好的魚肉 其實最近其實這冬天到了 很盛產的是烏魚 烏魚 那我們把烏魚 這是烏魚的青肉 我只知道烏魚籽而已 跟這沒關係 這個就有 這個就是烏魚籽的媽媽 烏魚籽的媽媽 OK 所以人家說黑魚卡 其實黑魚卡 它價錢不是太貴 然後其實我們可以善用這個烏魚 那我們加一點點的橄欖油 把這烏魚我們現在要做一個茶泡飯 茶泡飯 那其實在日本的茶泡飯 大部分可能都會用那種 很鹹的鮭魚幹嘛 其實你倒不如挑一些 比較新鮮的魚肉 下來做就可以了 所以你剛才是在批評 日本料理的意思是不是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有不同的種法就對了 有不同的文化 我們把這烏魚先把它炒香 我們待會兒加一點蒜苗下來炒 好 這邊我們就加入我們的紅茶包 開始炒 喝進去 OK 陳醫師怎麼看這套料理 跟心血管有什麼關係 這個很重要 因為心血管的問題 高的話讓我們濃郁 心肌 梗塞或者濃郁猝食 今天的料理裡面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是烏魚 其實我們在冬至前後 所以大概這個季節裡面 烏魚更是盛產期 其實烏魚脂跟烏魚標 是很貴的 其實烏魚殼 或者烏魚本身是很貴的 或者說我在上市場買菜都知道 這個烏魚其實滿好的 那烏魚裡面含有 這個Omega 3的脂肪酸 但是它會降血脂 降檔骨醇 還會割膚酒 這個是它的一個好處 當然就是說 在我們明天傳統裡面 就是對於像山口的一個浴河 或者像富泥產後的一個保養 還是說單純的打壓器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食材 另外就是紅茶的部分 紅茶部分它本身 它有抗氧化的作用 不管這個紅茶是哪裡的 台灣的 或是國外來的 抗氧化的作用都非常好 那就是說裡面有很多的鵝茶樹 那對於我們抗氧化 預防這個心肌的一個梗菜 都是有很好的方法 主要是鵝茶樹的關係 是 OK 好 這個魚肉熟囉 直接把它這樣煎香 那我們一樣烏魚的好朋友 蒜苗 烏魚還是蒜苗 好 直接把蒜苗丟下來 好 直接把它炒一炒 其實這樣就可以認為 其實茶泡飯是一個很簡單的料理 它上面大部分都會用一些 比較有味道的一些元素 然後來去配一個茶湯的部分 那我們最後加一點鹽巴 加一點鹽巴 對 關火了 現在時間馬上把它關火 直接把它拌炒一下 好 那既然要吃健康 我們的飯 我們就不要用精緻的澱粉 我們還是選擇用糙米 糙米飯 好 那我們這邊就準備了一個 這個碗 這個湯碗 直接把它放上來 一碗放進去 還要顧到外型 真的 很漂亮 沒有 這個其實 因為賣價還是很重要的 弄漂亮一點 弄漂亮一點 對 把它稍微壓一下 然後這邊我們做了一點點的蛋絲 蛋絲 蛋絲把它放上來 是 蛋絲放到中間 對 這看起來就比較不一樣 現在就有點在擺盤了 對 去把它擺盤了 蛋絲把它放上來 然後把我們這個炒好的烏魚 就直接可以放上來 放上去 直接開上來 好香喔 對 真的很香 其實就是利用這個茶香 柴魚香 這個魚肉的味道 然後去做一個紅茶的泡飯 好 把它放好 放上去之後 那那些料呢 料其實當然用烏魚籽 可是我們還是要有 日本茶泡飯的感覺 所以我們用的是鮭魚卵 高級料理 高級能鮭魚卵在上面 放點鮭魚卵在上面 對 放上面 撒一點蔥花 撒一點蔥花 那黑黑的那個是什麼東西 黑黑的是那個 剛剛我們的昆布 這是原來的昆布 好 那這樣子準備好 你看一份一份 這樣在家也很簡單 媽媽只要這樣簡單 煮一個有紅茶做的湯 把這個紅茶湯過濾 然後一會就把它倒到 我們這飯上面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這一道 幫你護心的茶泡飯就完成了 推薦這道烏魚蒜苗紅茶湯泡飯給你 富含健康油脂的烏魚 與特製紅茶湯 搭配糙米飯一起入口 均衡營養攝取 幫你保護心血管 一般我們講到 有中風的患者 通常感覺他的身形 應該是屬於比較圓潤的 因為他可能本身就有三高 但瘦瘦的人 甚至你有到健身房 練得非常精壯的人 也都是中風的高危險群 對 不要想說 剛剛我們在講猝死 在講其他事情 覺得自己身材很好 就覺得剛才那事情都跟你無關 事實上看外表不一定準確 比如說瘦的人會不會中風 大家來看這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李炳輝 大家一定對他很有印象 他真的就是很瘦 結果他其實不僅有中風 還中風兩次 他第一次是2007年 那一次中風 因為他沒有非常積極復健 所以留下的後遺症 甚至影響他手指的靈活度 大家知道他要談他的手風情 因為影響了手指的靈活度 那一段期間甚至就是演出就變少了 經濟也陷入困境 沒有想到2019年他又中風了 這一次大家把他緊急送到就近的醫院 醫院就趕快把他做處理 就發現原來他是缺血型的中風 趕快幫他進行一系列治療之後 跟他講說我告訴你 你一定要好好復健 並且你一定要注意 因為再發生一次 你真的連手術都沒有得做 那他後來才講說奇怪 你明明這麼散 你常常在做 然後後來就說 他就想一想說 是啦 唯一比較不好的嗜好就是 他很喜歡吃豬腳 有可能是不是這個飲食習慣 讓他看起來很瘦 但裡面可能沒有那麼瘦 那第二個 你說這個只是瘦 但如果看GINO 這不是瘦 這是瘦 對 身材好的 他不先巴連腦能演 而且能跳跳舞 非常的厲害 又帥對不對 那唯一的缺陷是很忙 因為他戲院很多 雖然之前才剛下廊 14天休息 又馬上開始接戲了 不過他說 最近有一些狀況 第一個狀況是因為 他就常常要熬夜接戲 所以那個妝幾乎都沒有辦法卸 然後連著上妝很多天 就發現說 怎麼臉上生出了好多 十幾顆的這個瘤甲 小瘤只想說 可能因為卸妝沒限更進 所以他就安排說 那去把它電燒掉 那電燒掉之後 應該沒事吧 結果後來想說 說定這個瘤還不是普通的瘤 為什麼呢 因為GINO本身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還有逼肝帶緣 所以他是定期每三個月 會去做追蹤的 那在追蹤當中 抽血就意外發現說 他很瘦對不對 他膽固醇才會不要 而且你知道多少 我印象沒錯 他說他膽固醇 壞的應該有196 很高 所以其實算 以他這樣的身材 以他這樣的身材 應該算是高的 醫生跟他說 你這是第一 你一定要控制 第二甚至像這種高度 有些人是叫吃藥的 第三他就說 有些人就說 會不會你之前燒掉的瘤 是所謂 高膽固醇血症的 黃斑瘤 對 根本跟上專沒有關係 很可能是因為 你的脂肪的問題 下次要注意 但是接下來 你一定要好好維持 你的膽固醇的高度 不然老實說 有可能下次來的 就是心肌梗塞 不過 因為他可能年輕 所以還沒有想 很積極的治療 所以他現在就說 他除了好好的去 運動 健身 然後調整飲食之外 就是用一些 維生素的補充 希望能讓自己 維持一個 比較健康的狀態 是 最後來問一下 康醫師 為什麼這麼瘦的人 對啊 他也會中風 原因真的跟 膽固醇很有關係嗎 對 其實我們有時候說 他吃豬腳 吃什麼 我們已經強調過很多次 美國 像美國已經取消 膽固醇攝取量的限制 每日食 就是食物本身沒害 害的是什麼 我們的身體 因為大家知道 膽固醇在肝臟製造 經過腸肝循環 所以大概八成 其實體內決定 兩成吃進去 所以有人就說 那都體內決定 那我就隨便亂吃 隨便亂吃 那兩成還是很重要 老師送分 送80分 20分你要認真考 你知道嗎 有時候有人開始亂吃 就不行 所以有人吃豬腳沒事 有人吃蛋黃沒事 有人吃蛋黃就有事 食物無壞 是我們身體 所以我們發現中風 其實它分有分 缺血性和初血性 但是如果是初血性 大概幾乎都跟高血壓 它控制不佳有關係 因為中風的危險因子 它裡面包括三高 肥胖 抽菸 這些天氣冷等等都會 但是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假設你的三高沒控制好 血糖是最不好的 未來五年你發生中風的 幾率是2.9倍 血壓是2.8倍 膽固醇只有2.4倍 但是我們不要想說瘦子不會 我們有個病人也是 差不多80幾歲 他都偷吃他老婆的藥 80幾歲 結果後來他以為他沒事 然後也很喜歡開玩笑 其實他長得也很像李炳輝 然後他也是瘦瘦的 他想不到沒事 結果後來他發現 他有一天他是意外 大家都以為說膽固醇高 我脖子就酸 很多病人都跑來說 我阿嬤滾黏黏 我膽固很高 其實他不是 他是頸椎有問題 那是意外去 因為他都偷吃他太太的藥 他太了高血壓 就吃了以後 發現一膽固醇 頸頭脈塞住了 超過50% 結果後來發現 他全身都阻塞了一塌糊塗 所以你如果壞得膽固醇太高 才會造成阻塞 如果你腫膽固醇高 或是你吃豬腳 你吃那些肥的 但是你身體沒有怎麼樣 那麼就沒有關係 壞的是我們自己 所以你吃了這些油的東西 你一定要去抽血檢查 不要以為瘦子就不會 但是壞了膽固醇高的時候 你一定要積極去控制 否則未來膽固醇 造成血管阻塞的機率 就會非常高 對 所以剛剛講的就是說 體型可能可以決定膽固醇的一部分 大部分的胖子 膽固醇可能稍高 但有些瘦子 因為天生的基因的關係 你的膽固醇 其實也是高 那種一樣要吃藥去控制 但是很多人很可怕的時候 有些人中風倒下去的時候 發現去醫院 人家就跟你說 其實你這個是二次中風 你之前其實已經中風過 只是你不知道 為什麼會這樣王醫師 其實我們在臨床上面 有三高的病人 他基本上就是腦梗心梗的 的準備 那基本上他可能第一次中風 可能眼睛有點不舒服 有點眼中風 耳朵有點怪怪的耳中風 或是有一點點 嘴巴有點歪歪 可是一下子就過去了 我們在臨床上叫什麼 短暫性的缺血 你早上這樣下午好了 你也不去看醫生 你覺得沒事 那這樣一次的話 就老天爺給你一個什麼警訊 可是他下一次來 有可能 可能就比較嚴重一點 就是所謂的 從小鐘變成什麼 第一次中風 可能就嘴巴有點 真的不行 手一點無力 就像李秉慧的第一次一樣 手指頭可能不靈活 可是這樣子的話 病人走都還可以走 可是如果再下一次 再來的話 病人可能這樣 就是一邊就無力了 所以說中風還有這個 中風三部曲 那我在臨床上面 看到一個病人 他其實說實在的 他從50多歲 慢性病 高血 血脂症 都在我那邊看 可是因為他工作比較特別 他都是晚上要做大夜班 保全 這種就是屬於 其實最重要是高危險群 所以他第一次來找我的時候 是什麼 顏面神經麻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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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基本上臉都歪掉 他以為他中風 什麼中風 第二次得帶狀炮疹 那也很嚴重 對 磁力差 磁力不好 再過來他真的一次小中風來了 真的小中風把他轉到醫院去 那去控制的時候 其實他還是得工作 因為現在人真的很辛苦 還是得輪夜班 結果再過來一次 二次中風之後 你就發現他真的沒辦法 就只能撐著來 那下一次後來就沒有來了 你猜為什麼 因為二次中風的終極版 三部曲的最後終結 他就幹什麼 就只能臥床 大中風 所以我們他說 這樣就得臥床 所以我再告訴他 其實中風三部曲 第一個就是 你有三高的族群 你一定要好好控制好 那很多病人都很怕是什麼 降血脂肪的藥 我們都知道 其實降血脂肪治療效果最好 所以我跟病人講 你要一口豬腳 就一顆藥 一口豬腳配藥汁就對了 就把藥融在湯裡面 所以說人做的就是這樣子 那你不要說80% 已經送分了 你要硬搞 把那個20%搞出來 所以說當你發現說 你嘴巴歪一邊 說話不清楚 手舉不起來 就表示說你可能真的有問題 那基本上還是重點是 當你有任何的狀況 你看你的家醫科醫生 很多病人走進來 結果說你炎面神經麻痺 你大概是帶狀況症 為什麼 我們大概會有心裡有個底 然後在確定之後 結果你要懷疑病人是什麼 是心肌梗塞 馬上去做心電圖 發覺他的那個 已經升高了再送去 我們醫生有時候看病的時候 有一種 就是我們臨場的一種 特別的低腰感 去感覺做病人的狀況 所以不要以為說 你到底是或不是 不要自己在家撐 看你的醫生 把你的問題解決 這才是重要的 對 首先告訴大家 如果你因為一次大中風倒地 通常前面會有一兩次的小中風 其實是自己錯過 所以在家裡面如果有這些症狀的話 還是讓醫生看一下 你是不是已經小中風了 沒錯 所以中風的關節 還是要控制好自己的三高 除了藥物之外 一穴道也可以幫忙 陳醫師 有一些穴道可以穩定 所謂的血管的裡面的血脂肪 還有像血壓的部分 我今天有推薦幾個穴道 我們可以直接來按一按 第一個穴道我們叫什麼 叫做內關穴 很多的時間我們都講這個內關穴 那就是在我們的手腕很穩 往我們的上面走 大概是三公分的位置 三指幅 三指的位置 但是就是兩寸的位置 大概在五公分到六公分的位置 在正中的位置 這個就是內關穴 這是我們心經的穴道 心經的穴道 再來一個穴道 就是我們的齒折穴 齒折穴在哪裡 那我們在我們這個手肘的地方 我們當我們握起來的時候 我們這裡內側有一條基劍 這個內側基劍的凹陷的位置 這個基劍內側凹陷 這是齒折穴 這個也是跟我們心血管的一個 這個循環有關的 那第三個穴道 就是在我們手肘的 所謂叫天泉穴 那這個也是跟我們心經有關的穴道 跟心包經有關的穴道 就是我們手如果 我們秀出我們的肌肉的時候 會有做這個動作 我這個是很有力量 很有肌肉 在這個肌肉的骨 那個二頭肌的上面的一個頂點 就那個位置 最高的地方 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那個二頭肌 跟我們手肘的這個頂點的位置 這會痠 會痠的位置 這個都是對我們心血管 或者對我們這個改善血血 有很好的一個穴道 那另外一個穴道 還有一個像兔子的一個位置 那大概是從我們膝蓋的上緣的 大概15公分的位置 我叫糊塗穴 我們如果醫生在取穴的時候 這個膝蓋在靠著的時候 就指尖到達的位置 這個是我們的膝蓋的位置 指尖到達的位置 膝蓋頭到指尖這邊的地方 大概在15公分到16公分的位置 正中 而且有點偏內的位置 糊塗穴 這四個位置 會改善我們心臟血管的功能 OK 直接涉穴道 每一次就可以多壓一壓 很多人有時候不小心點 在北島這邊有個傷口 都會覺得又沒有怎麼樣 但是你知道嗎 如果你傷口不好好顧 一旦傷口感染 是有可能產生敗血症 你知道一旦產生敗血率 死亡症超過50%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告訴你